白鹿原主演都很棒,但最出彩却饰演傻子的她。 现在影视圈繁华,什么时候作品竞争都很激烈,但有些作品注定天生耀眼,比如当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白鹿原,就是同档期各位是热播电视剧中的佼佼者。 这一方面得益于小说白鹿原的巨大影响,1997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矛盾文学奖,在文学界和读者心目中有很大的影响,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琴枪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所以很有名气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电视剧制作相当有品质,不仅接地气创作,还戏古明星云集,是难得的良心好剧,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在这部良心电视剧中奉献最大的真诚和努力,才让电视剧那么有质感。 男一号白家轩 看了何冰演绎的精明强干,争强好胜,无原则,为了目的不择手的陆子林,已经完全将何冰和陆子林画等号了,恨得咬牙切齿,完全看不出是当下演员的穿越演绎,也忘记了何冰之前演过多少憨厚老师的好人。 这就是演技和功力的表现,演什么人都能深入人物骨子和内心。 翟天林最近刷屏频频率很高,但表现最好还是在白鹿眼中,他将在父亲宗教礼法管束下,开始捞事憨厚,后来直至他被田小鹅勾引,被父亲抛弃之后,压抑已久变得极其狡猾险恶丑恶的白孝文演绎得很立体丰满。 呈现了一个人物在不同阶段鲜明的个性和叛逆。 电视剧和电影版白鹿原故事片段和重点差别挺大,最主要表现在黑娃及其老婆田小鹅的戏份和地位差别很大。 电视剧中吉他饰演的黑娃戏份和地位却轻很多,差异自然比较大,虽然名气差别大,但都很有个性和魅力。 对于陆三这个关键性链接人物,电视剧中的李鸿涛表现相比之下比电影版中的刘薇看起来更忠厚老实抢眼,也因此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将这个忠厚老实压抑憋屈的长弓权势的入目三分,精彩度完全不亚于白家宣路子林这些主角。 对于陆三这个人物,电视剧中的雷佳音无论扮想还是气质,都比电影版中的郭涛更贴近角色风格。 白鹿源绝对是男人的故事,女人是点缀,电影版中没有仙草的参与,但她在故事中地位很重要,所以电视剧白鹿源将仙草作为女一号呈现,很尊重作品也很有必要。 秦海陆演艺仙草,无论形象气质还是演技都相当贴近人物,成为电视剧的一大亮点。 在电视剧中黑娃子七田小鹅是配角,而在电影白鹿源中田小鹅是绝对女主角,这个人物命途多传,生性并不放荡,但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相比之下,李沁不如张于起,倒不是说名气差别大,而是戏份多少以及与角色接近度方面差异大。 李沁端庄清心,确实不太适合这样一个风流少妇,但电影版中,不知道导演王全安出于电影制作需要和考虑,还是刻意倾斜了当时的女友张于起。 总之张于起饰演的田小鹅是整部戏的女主角,超过了男主角们的戏份,更前全面深刻的诠释剖析了这个人物,而张于起的气质身材风格确实也更贴近这个人物的风格。 在这方面,电影版白鹿源女主角张于起无论戏份,还是表现都比电视剧中李沁饰演的田小鹅更胜一筹。 这部史诗巨制的电视剧中,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精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台前幕后各种大大小小的主角配角,表现都很抢眼,但最出彩最抢眼的应该是下面这位。 那就是这个在白鹿源电视剧中看似非常不起眼不正常不重要的小配角, 总是跟着大人小孩后面奔跑起哄的傻子二斗,四肢不正常,五官扭曲,说话口齿不清,天生的小儿麻痹症症状。 看似不起眼不重要的角色,但每次在聚会热闹镜头都有他出现,比很多配角的戏份多,而且非常强劲。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物从始至终来贯穿点缀情节呢? 因为他是一面镜子,面傻心干净,可以折射很多看似正常人的人性黑白善恶,成为正义善良的拥护者。 看完白鹿源相信很多观众都对傻子二斗印象深刻,而且很好奇, 这个角色到底是否由天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扮演,但为什么表演又那么生动传神,结果仔细研究才知道,这个角色是由一个很正常的演员饰演的。 饰演傻子二斗的演员叫杨帆,他还参演过《雪豹》、《黑狐》、《画江湖之不良人》、《微笑来了第二季》、《长安三怪探》等影视剧作品。 本人照片看起来却也思思文文,这次为作品也是豁出去了,不仅牺牲形象,还演得完全难分真假,很佩服勇气和功力,完全不逊色张嘉义和冰等演员的努力和功力。